圣经是奇妙的 圣经是真理 真理就在圣经中 我们知道这一点 因为圣经的作者是上帝 提摩太后书三章 十六至十七节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或所凡神所默示的圣经 与教训 督则 使人归正 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 教属神的人得以完全 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我曾经听过一些反对圣经的人说 他们不相信圣经的原因之一 就是圣经里记载了 人类的邪恶与道德败坏的事 我要告诉你 圣经的作者不是人类 是上帝 如果人类写了圣经 我们将仕途在圣经中 只是揭示人类美好的一面 或展示人们要遵循的作人道理 以达到美好的境界 古今中外 所有人类所写的圣书都是如此 圣经中揭示了人类那些乱七八糟的事 例如大卫 大卫被描述为一个和神心意的人 但圣经也向我们揭示了大卫有一个问题 就是与女人的问题 圣经不是人写的 而是上帝写的 但请允许我告诫你 当你阅读圣经时 你要非常小心及慎 我再强调 当你阅读圣经时 要非常小心 要非常非常小心 我这么说是为了让你明白 有些东西记载在圣经里 并不意味着上帝 默许或宽容了这些事情 圣经中的某些内容 被写下来作为历史记录 描述了历史的真实记录 理解这一点很重要 原因是因为有时候 我们会读到一些 在旧约里发生的事情 然后我们认为 上帝允许了这些事情 但这不是正确的 圣经中有很多发生的事情 被陈述为历史事实 而不是作为我们 建立教义的基础 因为圣经里有对历史的记录 但这并不意味着 上帝宽恕或证明了 所发生的事情 它只是意味着 上帝确保你了解 所发生的事情的真相 你必须非常小心地 不要试图将你在圣经中 读到的一切归咎于上帝 现在我们要谈论的问题是 为什么上帝允许 圣经中的一夫多妻制呢 你可能会很讶异 有一些教派将自己描述为 作为圣经教义 接受一夫多妻制的基督教团体 他们接受一夫多妻制 并认为这是上帝允许的 原因是旧约中的一些杰出人物 是一夫多妻的 比如亚伯拉罕 大魏 所罗门和其他人 都有多个妻子 《猎王记》上描述了这样一个事实 即所罗门有数百个妻子 和数百个妃子 妃子基本上就是地位较低的妻子 《猎王记》上十一章三节 所罗门有妃七百 都是公主 还有妃三百 这些妃嫔诱惑他的心 上帝是婚姻的发明者 作为婚姻制度的领军人 他根据他神圣的旨意 设定了婚姻的标准 婚姻不是人为的制度 这是上帝的制度 上帝真的允许信徒 实行一夫多妻制吗 如果答案是否定的 那么为什么在旧约中的以色列人 实行一夫多妻制呢 这些是人们提出的 关于一夫多妻制的一些问题 和圣经观点 仔细研究经文表明 上帝不允许一夫多妻制 只有那些想要为自己的罪恶 欲望辩护的人 才会以旧约英雄为理由 合理化自己的罪恶行为 让我们探索上帝所希望的婚姻 应该是怎么样的 创世纪二章十八节 耶和华神说 那人独居不好 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 在创世之初 上帝设立了婚姻的时候 他的意愿是一个男人 应该娶一个妻子 而不是多个妻子 上帝说 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 而不是说 我要为他造多个配偶帮助他 这给了我们一个想法 根据上帝的婚姻标准 对一个男人来说 有一个女人就足够了 如果一个女人 对亚当来说是不够的 那么上帝早就会创造 两个女人给他 与此一致的经文 在创世纪一章 二十七至二十八节 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 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神就赐福给他们 又对他们说 要生养众多 遍满地面 治理这地 也要管理海里的鱼 空中的鸟 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上帝创造了一男一女 在婚姻开始设立的时候 他不是创造了一男多女 他也没有创造一女多男 这是因为上帝的标准 是一男一女在婚姻中结合 圣经中没有任何一个地方 显示上帝命令 或允许一个男人娶两个妻子 在整本圣经中 我们发现人类一直在反叛和不服从上帝的命令 而婚姻是人们不服从上帝 并偏离他所设定的界限的其中一个领域 圣经中实行一夫多妻制的大多数男人 都是国王和人民的领袖 大多数普通人只有一个妻子 因为通常只有国王才能负担得起一个以上的妻子 还有一个原因是古代旧约中的大多数国王 都违背了上帝不得娶以色列以外的外邦妻子的命令 这些国王娶了其他国家的公主 以便他们可以与其他国王结盟 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在敌人攻击他们时 得到这些国王的支持 记住 圣经揭示了对历史的描述和真实发生的事情 实际上 圣经向我们揭示了在上帝旨意之外的婚姻的负面影响 让我们看看圣经中实行一幅多妻子的男人的生活 特别是在旧约中的人物 我们发现圣经并没有描绘他们的生活和婚姻 反映了上帝建立婚姻的意图 首先 亚伯拉罕占有了沙拉的女仆夏甲 并通过夏甲生下了以时玛丽 夏甲和以时玛丽扭曲了上帝对亚伯拉罕的计划 上帝从未支持这段关系 上帝没有建立一夫多妻子 再看另一个例子 大卫是一个和上帝心意的人 他有很多妻子 但他还进一步与乌里亚的妻子通奸 当上帝派先知内森去见大卫时 先知的预言表明 如果一个男人对一个妻子不满意 他也将永远不会满足于多个妻子 大卫拥有许多妻子 但只为了拥有另一个男人的妻子 他犯了通奸与谋杀罪 虽然他已经拥有许多妻子 但这依然无法满足他 一夫多妻子不会满足一个人 如果一夫多妻子能够满足一个人 索罗门王应该会从中得到满足 如果一夫多妻子能够满足他 他不会娶那么多妻子 他有七百个妻子和三百个妃子 但他却被认为是繁衍生命的愚昧之人 索罗门王是有智慧的人 但在这方面他有瑕疵 他的言语富有智慧 但他的行为却是愚昧的 这难道不像我们这个时代的许多人吗 尽管他一生中两次与上帝有战略性的相遇 但索罗门的妻子使他的心忍离了上帝 索罗门在他生命的尽头 承认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因为虚荣心 我们必须注意 尽管旧约先祖是我们信心的榜样 但在道德方面 他们不是我们仿效的标准 我再说一遍 尽管旧约先祖是我们信心的榜样 但他们不是我们在道德方面的标准 并不是旧约中的人所做的一切 都是正直和道德的 例如摩西杀了人 他们都不是完美的 历史上唯一完美的人是耶稣 至今为止仍然是耶稣 他活着一生过着完美的生活 死了然后复活了 旧约的人物是有信心的人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是道德完美的人 仅仅因为圣经中记载了这些事情 并不意味着上帝支持并认同他 他们在生活中的某些缺陷 我们绝对不能效仿 在《新约》中保罗说 任何要成为上帝之家的领导者 都必须是拥有一个妻子的丈夫 提摩太贤书三章两节说 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 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 有节制 自首 端正 乐意接待远人 善于教导 提摩太贤书三章十二节 指示只要做一个妇人的丈夫 好好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 提多书一章六节 若有无可指责的人 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 儿女也是信主的 没有人告他们是放荡不服约束的 就可以设立 圣经中实行一夫多妻子的人的生活 给了我们很多教训 让我们要小心 圣经向读者揭示了这种生活方式 不是理想的生活方式 这有很多原因 其中之一是伴侣之间的斗争 还有令人心碎和孤独的感觉 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婚姻 已经足够复杂了 婚姻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打交道 他们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成长经历 两种完全不同的意志 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 两种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 和得出结论的方法 只有两个有缺陷的人的婚姻 已经是如此复杂 现在想象一下 如果还出现第三人 第四人或第五人 更是复杂又复杂 圣经清楚地表明 一个人应该只有一个妻子 一个女人应该只有一个丈夫 在这段婚姻中 不应该有欺骗存在 我鼓励你在你的婚姻中保持忠诚 如果你认为你可以隐瞒你的欺骗行为 你将会堕落 因为圣经说 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二节 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 需要谨慎 免得跌倒 你要有意识地 努力对你的妻子或丈夫保持忠诚 上帝设计的婚姻制度 是希望只要活着的一天 一个男人应该只有一个妻子 并一生对他保持忠诚 因为婚姻是基督与教会之间 合一的实质表现 教会是基督的新娘 以福所书五章三十一至三十二节 这个缘故 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 这是极大的奥秘 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 我们不是基督的新娘们 而是基督的新娘 我们都合而为一 成为基督的身体 按照上帝对婚姻的标准 二人成为一体 当三个或更多个 在婚姻中走到一起时 那已经是违背了上帝的标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